1603年,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衣士甲崩,此前将王位闯给了詹姆斯一世。 詹姆斯是苏格蘭女王玛丽·斯图雅特,与她第二任丈夫所生的儿子。 出生后5个月,其父被母刺杀,其母因此遭到苏格兰贵族的驱逐流亡英格兰。 1567年,詹姆斯被立为了苏格兰国王实权由大贵族掌握。1583年,詹姆斯亲政。 詹姆斯的母亲是伊麗莎白衣士的外甥女,她宣称拥有英格兰王位的合法继承权。 她逃到英格兰后,伊麗莎白衣士将她远近了起来,后来因为她被天主教徒们拥戴,在远近18年后伊麗莎白将她处死。 据说行刑过程很残酷,那天跪使手喝醉后长喘了三口大忌,才把她的头砍下。 在伊麗莎白衣士晚年需要考虑继承人时,几经权衡,她看中了玛丽的儿子詹姆斯。 詹姆斯为了讨好伊麗莎白,以确保王位继承权,只公开表示了遗憾。 1603年,詹姆斯继位为英格兰国王,自封为大不列颠王国,称詹姆斯一世。 詹姆斯一世是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任英格兰国王。斯图亚特王朝原是法国的地方贵族。 12世纪初,斯图亚特家族牵至英国。该家族的一名成员被当时苏格兰国王任命为宫廷总管斯图亚特。此后,该家族四代继承了这个职务,他逐渐成为他们的姓氏。 詹姆斯一世继位后不了解英国国会,侵蚀夏议员鼓吹军权神兽。1604年,他与西班牙议和结束了花费浩大的英西战争。1605年,激进的天主教徒意图诈死国王与国会议员,结果失败被捕。 詹姆斯立即赶赴了国会大楼,塑造了自己坚定勇敢的倾向,获得议员的一致肯定。 这些教徒后来被詹姆斯残酷折磨致死,现代英国每年10月5日的篝火节因此而来,1607年,詹姆斯成功在北美之民完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愿望。1623年,詹姆斯发明了专利权,对英国与世界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执政的最后14年里,王储查理与白坚汉公爵乔治大全独揽。 传统的史学观点都将詹姆斯一世视为一位愚蠢自大迫害清教徒与英国宪法体制的君主。 20世纪中期的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詹姆斯一世在维持国内稳定与国际关系上有其成就。 1625年,詹姆斯一世驾崩,同年查理一世继位。查理一世是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国王,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公开被处死的君主。 查理一世试图获得王室的收入,而议会则试图截至皇权。他的很多臣民都反对他的行为,认为他是残暴的独裁者。 尤其是他干预英格兰与苏格兰教会的活动,为征得议会同意就任意向民众征税。查理一世还重用当时具有爭义的教会人物。 他的很多臣民都认为这样会使得英格兰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太过于紧密。查理一世还试图迫使苏格兰进行宗教改革,从而引发了主教战争。 这一切都使得苏格兰和英格兰国会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最终促成了查理一世的死亡。 在查理一世最后的几年中,由于企图推翻英格兰与苏格兰国会的权威,他与国会之间爆发了战争,此称英国内战。 查理一世在第一次英国内战中被击败后,不会希望他能够接受君主立宪制。 然而查理一世执迷不悟,他与苏格兰结盟这种行为彻底激怒了英格兰国会,从而导致了第二次英国内战。查理一世再一次被击败。 随后他被捕,并以叛国罪的罪名被处死,君主制瓦解,英格兰成了共和制的国家,由国会领袖克伦威尔独裁统治。 克伦威尔是英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一些历史学家指责他是大逆不道的人物。 他在苏格兰、爱尔兰常害天主教徒,但另一些学者视他为英雄。 1653年他驱散议会,自认为护国署,建立护国公体制,但国内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积极矛盾,日益尖锐,克伦威尔始终未能稳定局势。 由于克伦威尔过度施压,封建残存势力,辗转联系上了在法国巴黎避难的查理一世长子查理二世,希望他能够带领保皇党重夺大权。 公元1651年1月1日查理二世返回布列颠,在苏格兰举行了加冕仪式。 查理二世凭借着贵族的势力,以苏格兰军队的最高统帅的名义向伦敦前进。 经过激烈的巷战后,保皇党全军覆没,仅查理二世一人出逃。 克伦威尔当即造告全国重心捉拿查理,惊慌失措的查理二世,先是在树上躲了几天,这才开始逃难。 一路上遇到了许多保皇党人,得到了不少帮助,并利用各种伎俩数次逃过了收捕。 40多天后,查理二世上了一艘运煤船,通过装扮随舍的方式逃到了法国。 法国将他驱逐出境,无奈之下他又前往了西班牙,随后开始了在欧洲各国流亡的生活。 穷困潦倒的查理经常连驻旅馆的钱都没有,因此一收到汇款和捐赠就立马进行享受, 并在这过程中逐渐精通了各类艺术,为日后获得快活王的绰号埋下了伏笔。 1658年,克罗美尔去世,享年59岁,他将护国公的宝座传给了他的儿子, 但其子并无其父亲的政治与军事实力,被人民推翻后制了流亡法国。 国会迎请了查理二世回国登基为王。 1661年4月23日,查理二世正式加冕为不列颠国王,斯图亚特王朝正式复辟。 李查二世继位后下令把克罗美尔的遗体从墓地决出,以车列执行录斯。 最后,克罗美尔的脑袋被钉在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屋顶上,在上面一待就是25年。 后来,克罗美尔的首集成了私人的收藏品。 直到1960年,克罗美尔的头颅才被安葬在牛津的一座小教堂旁边。 查理二世在首席大臣的斡旋下赦免了绝大多数的政敌,只是处使了九名签署其父王死刑的命令的法官。 1679年,查理二世签署了国会,制定了人权保护法。以后,政治人物及时身处风暴,仍有一定的人权保障。 1681年,查理打败了政敌,并大幅提升王权,重建了其父王的绝对君主制。 查理被证明为一个极其激进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精明的说好能手。 史迦至今无法断定查理的真实意图,因此对他的好与坏的各种行动,也就无法断定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或是出于利活利民的善意。 他最大的成绩是让英国海权大幅扩张,提升了英国未来胜霸的实力。 查理很有魅力,十分风趣,受到普通人民的爱戴。他虽然吃喝有节制,但是好色,情妇无数。 查理还爱好赛马,很多赛马的规则就是他指定的。 1685年2月6日,查理二世离世,终年54岁。他死后,王位犹太的弟弟詹姆斯继承,史称詹姆斯二世。 1685年,詹姆斯二世全然不顾普遍反对,违反了关于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条例,委任天主教徒到军队里任职,此后进而任命更多的天主教徒到政府部门、教会去担任重要职务。 同时,詹姆斯二世残酷地迫害青教徒,还向英国工商业的主要竞争者法国靠拢,严重损害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 1688年6月20日,詹姆斯得知,为了防止天主教徒承袭王位,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决定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 由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七位名人出面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亲王威廉来英国。 信奉新教的威廉接受了邀请,并于9月30日发布了宣言,要求恢复他妻子玛丽的继承权。 1688年10月1日,威廉率领1.5万人在托尔湾登陆,消息传到伦敦。 詹姆斯二世逃到了德意志,途中被截获送回了伦敦,后经威廉同意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 1689年议会上下两院共同召开了全体会议,将威廉和玛丽提出了一个权力宣言,要求国王以后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法律的效力。 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今后任何天主教徒不得担任英国国王,任何国王不能与罗马天主教徒结婚。 威廉接受了这些要求,由于这场革命并未产生伤亡,故障光荣革命,但是不流血只局限在英格兰的土地上。 苏格兰与爱尔兰面对国王被逐的巨变,许多人基于天主教的信仰以及方箭法规而效忠于詹姆斯二世,选择对抗英格兰大军。 此后,威廉三世为了镇压反抗,在苏格兰与爱尔兰发生了激烈的流血事件,因此衍生出了北爱尔兰问题,至今困扰着英国。 1689年4月11日,玛丽与威廉共同统治着英格兰,威廉号称威廉三世,玛丽号称玛丽二世,同时成为苏格兰与爱尔兰的女王。 玛丽是詹姆斯二世的长女,她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性恋的女王。 她热恋的对象是皇家英院的管理员的女儿,她在与对方通信中都毫无掩饰地倉呼对方为丈夫,希望对方能对她垂怜,给予她温存。 然而对方却始终无动于衷,总是冷漠一对。 最终,在父王的压力下,玛丽在辗转反侧多日后,决定彻底断绝与她的联系,嫁给了自己的表兄,荷兰的执政,威廉。 彼时玛丽才只有15岁,公共革命后,玛丽并不热衷于统治,当丈夫威廉留在英格兰时,她总是退居幕后。 由于威廉主要经历放在了对法战争方面,国内事务大多由玛丽执掌。 玛丽以勤于政务和强大的果决著称,在政坛上非常积极活跃,并深受国民的爱戴。 1694年,玛丽二世死于天花,年仅32岁,王位足于丈夫威廉独享。 8年后,威廉三世也病故,王位按照约定由安妮公主继承, 安妮是詹姆斯二世的侍女,18岁时安妮与丹麦王子结婚,婚后的安妮与丈夫非常安安。 安妮一生共生了17个儿女,全部夭折。 1702年,安妮继位为英国女王,由于她登基时患有痛风,身体肥胖,行动不便,行动时需要乘坐轮椅或者拖车。 虽然身体重控糟糕,但安妮女王任内的见数还是颇多,在安妮的治下,君主立宪政体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英国议会选举和政党竞争,才第一次真正具有重要意义。 她在位期间,对法国发动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04年,英国占领了法国盟友的西班牙的直伯罗陀,控制了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贸易。 1707年3月1日,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王国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 1709年,随着丈夫的病故,女王的身体状况每况愈加。 170年,安妮女王版权法律正式颁布,这是近代史上世界第一步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 确立了对原创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 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十年四十九岁,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终结。